Hello,大家好,我是可嘉娜娜 如果家里的宝宝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特别的爱出汗 可以试一下我今天分享的这款汤 我在孩子睡觉的时候特别的爱出汗 平时我都是用这个汤给他调理的 一个礼拜做两次左右 做法、食材都特别的简单 下面大家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小块新鲜的瘦肉 把它切成小块 用来炖汤的瘦肉也不需要切的太薄 切成像这样大小就可以了 方便宝宝食用 切好的瘦肉给它凉水下锅 加入几片生姜给它焯一下水 焯好水的瘦肉给它捞出 然后放入清水中 我们在炖汤的时候 泡完水的瘦肉一定要用清水给它清洗干净 以免影响口感 清洗干净后给它捞出 把瘦肉放在一个汤碗里 加入两片生姜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点干的白白 五六根左右的太子生 把它加入碗中 再加入清水 把它能清洗干净 朋友们要注意那个太子生不能加太多 太多的话味道太重了 宝宝就不喜欢喝了 把表面灰尘淘洗干净就可以了 把食盐找至融化 这个是不需要加其他的任何调味料的哟 把食盐翻拌融化就可以给宝宝喝啦 这道汤喝起来口味清淡 有骨淡淡的清香味道 特别适合小朋友喝 如果你家的宝宝也特别的爱出汗 可以收藏起来做给宝宝试一下哟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加转发 我是可家妈妈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